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这段时间随着中共二十大的临近 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政治斗争那是越来越激烈了 而且最近习近平是显得在权力斗争中好像是步步的后退 他的龙椅有点开始摇晃了 同时这是一场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 也是显示出一种越来越公开化激烈化 他们越来越面临摊牌了 最近的几条新闻就可以显示出 确实中共高层的这个斗争已经是越来越难以掩盖了 第一个新闻就是昨天北京官媒报道说 3月29号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召开了一个 国务院反拐部计联席会议电视电话会议 这个会议由中国的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 民政部国家卫健委还有全国复联 这些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出席参加 显然是一个相当高规格的会议 李克强本人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会议 但是对会议做出了重要的批示 对铁链女这样的拐卖妇女事件表示极大的愤慨 李克强要求严厉打击人口拐卖事件 李克强说拐卖人口伤天害理 对涉案犯罪分子要坚决缉拿归案神之以法 并且李克强还警告各级官员说 不可以敷衍了事 对漠视群众利益的严重实责行为要严肃追责 这是李克强在一个月之内第三次公开回应 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 3月5号李克强在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就表示说 要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 坚决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3月11号两会闭幕后的中外记者会上 李克强又再次主动提到了铁链女事件 他说我们不仅为受害者痛心 也为此事感到十分气愤 3月29日李克强再次召开高规格的 国务院反拐部纪联席会议 就表示李克强要在公共事件上 要挑战习近平的权威 因为徐州铁链女事件发生之后 习近平没有做过任何的表示 这也就说明了习近平不想把这个事情闹大 想把这个事情尽快给压下去 而习近平不想闹大的事情 李克强再三要提出重视 这就是李克强要挑战习近平的权威 不仅如此呢 这一次的国务院反拐部纪联席会议的总召集人 居然是公安部长赵克志 关系新闻的朋友大家都知道 公安部长赵克志是在去年被免去了公安部党委书记的职务 由习近平最信任的亲信之一王小红 接替担任公安部党委书记 当时大家本以为呢 赵克志很快就要被免去公安部部长的职务 就要靠边站了 甚至都有可能落马被拿下了 可是没想到赵克志至今为止 不但没有被免去公安部部长的职务 而且还受到了李克强的重用 这次李克强重用赵克志 担任这个国务院反拐部纪联席会议的总召集人 他也是要挑战习近平的权威了 因为赵克志显然是习近平不喜欢的人嘛 所以他才被免去了公安部党委书记的职务 李克强重用习近平不喜欢的赵克志 这就是有跟习近平对着干的味道了嘛 第二个新闻是3月28号下午 北京召开了一次奇特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之所以奇特就是这次北京官媒 对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道 几乎只字没有提他的内容 只是笼统的一句话说 研究近期有关工作 这样的新闻报道是非常不正常的 因为过去每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候 新闻报道都会说他们有一个这个会议的议题 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一般一个月召开一次 如果有重要情况还可以另外随时召开 中央政治局会议是由总书记来召集 并且要事先要确定这个会议的议题 因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能工作超忙的人吧 不容易大家凑到一起来开会 就要尽可能减少这个会议的时间 不能把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开成一个很散漫的马拉松会议 所以在这个政治局会议之前就要事先确定议题 让各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开会之前就有所准备知道这个会议讨论什么事情 就可以大大缩短会议时间 如果事先你要不确定议题 大家到了会场才知道会议内容 临时商议 那个会议就会拖很长时间嘛 所以过去中央政治局会议开会之前都会有一个确定的会议的议题 比如说1月24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它的议题是神议、人大、政协等五个部门提交的工作汇报情况 在2月25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就是讨论即将于两会召开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些内容 可是3月28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没有说明他们有任何的议题 只是说一句 研究近期有关工作 这样的报道显然是非常不正常 所以人们就推测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议题应该就是这个乌克兰战争的问题 乌克兰战争是2月24号爆发 2月25号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因为事情前一天才发生 各种事情也没头绪也不好讨论 所以在2月25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应该说没有认真的讨论乌克兰战争的问题 现在这个乌克兰战争已经开始一个月了 大概的事情都有一些头绪了 所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题 就是应该讨论这个乌克兰战争的问题 但是这样的议题又不能对外说 这就是中共北京他们一个特点 就是越重要的话题 越重要讨论的事情 就是越不能说 所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的议题 是讨论乌克兰问题 他们也不能说 他只能说是研究近期有关工作 这也是北京中共的一个特点之一 那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另外一个主题 当然也就是人事问题 所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28号开开之后 第二天29号 北京官方就重磅公布了三个省级大员的职务调整 就是三个省委书记换了 第一个是住建部的党组书记兼部长王蒙辉 就接替英勇担任了湖北省省委书记 第二个是青海省长姓长新 就接替王建军升任了青海省委书记 第三个是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梁延顺 就接替了陈门儿担任了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 那么这次其实这个人事变动 最让人意外的就是习近平的亲信 来自浙江习近平班底的所谓之江新军的 湖北省委书记英勇居然被卸任了 英勇是习近平最新领的所谓之江新军之一 在19大之后他是担任了上海市市长 到2020年新冠疫情当中又临危授命 紧急调任湖北省委书记 可以说他为新冠疫情还立着功 被外界普遍看好他的未来的仕途 在此之前曾经有传言说 英勇可能进中央要接替郭升坤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 但根据这一次官媒的报道说 英勇同志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省委书记之务 大家知道北京官方一旦说你因为年龄原因而卸任的话 那就说明英勇这个官场仕途到此为止他不会再升官了 英勇作为习近平最重要的亲信之一 在二十大之前黯然退场离开政坛 显然这不是习近平的意思了 所以英勇因为年龄问题而卸任 也说明习近平的权力基盘或者布局是遭受到了打击 另外呢3月31号中纪委公布说原司法部长傅政华被双开 中纪委这个对傅政华的双开通报的措辞极其严厉 紧急他的问题部分就有400多个字 这个中纪委的这个双开通报说呢 傅政华完全背弃理想信念 从未真正忠诚于党和人民 彻底丧失党性原则 毫无四个意识背离两个维护 政治野心极度膨胀 政治品行极为比列 投机钻营 历令致婚 为达到个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 参加孙力军政治团伙 拉帮结派 结党营私 在重大问题上弄虚作假 欺瞒中央 危害党的集中统议 妄议中共中央大政方针 长期结交多名政治骗子 造成恶劣影响 中纪委对傅政华双开通报的第一个要点 就是说呢 傅政华从未真正忠诚于党和人民 那什么是从未真正忠诚于党和人民呢 这就意味着过去呢提拔重用傅政华的前官员 他们也有责任 如果说傅政华过去他是忠于党和人民的 也就是说傅政华过去曾经是个好人嘛 但是在当官之后经不住各种官场的躺一炮弹的诱惑 腐化变质变成了贪官变成坏人了 那么如果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 那么提拔重用傅政华的前官员就没有责任 因为谁也不能预料傅政华会从一个好人变成一个坏人 但是如果说呢 傅政华从未真正忠诚于党和人民 也就是说呢 傅政华从过去一直就是一个坏人 那么这样一来 那么提拔重用傅政华的前官员 就是提拔重用一个坏人嘛 那么这些提拔重用傅政华的前官员 他就有责任吗 不管是用人不当也好 或者重用坏人也好 他们的责任就是有这个质值上的责任了 所以这一次中纪委对傅政华双开通报 故意说傅政华从未真正忠诚于党和人民 就是为追究那些提拔重用傅政华的前官员 埋下一个伏笔 中纪委对傅政华双开通报 第二个要点就是说 傅政华的政治野心极度膨胀 政治品行极为比列 为达到个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 这些话都是强调说 傅政华案它是一个政治案 不是一个简单的贪污腐败的经济案件 一般来说这个贪污腐败经济案件的处理 还是比较简单的 只涉及到个人就到此为止了 一旦成为政治案就会涉及到很多人 因为政治不可能一个人玩 如果是傅政华出了政治问题 那么和他很多相关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政治问题 就会涉及到一大片人 那么中纪委对傅政华双开通报 特别强调说这个傅政华案 它是一个政治案件 就是要为揪出更多的人是埋下伏笔了 中纪委对傅政华双开通报的第三个要点说 傅政华参加孙力军政治团伙 这个指控非常的奇特 也非常怪异 因为傅政华的官职一直是高于孙力军的 在孙力军担任公安部议局局长的时候 傅政华已经是担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了 在孙力军担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时候 傅政华已经担任司法部的政部长 应该说傅政华一直始终都是孙力军的上司 所以按道理说呢 如果是傅政华和孙力军 他们两个人结成一些政治团伙的话 那么这个政治团伙的主要人物就应该是傅政华 不应该是孙力军吗 因为傅政华的职务高孙力军的职务低嘛 可是中纪委的通报说呢 傅政华参加孙力军政治团伙 那好像是这个官职比较低的孙力军 反而成了这个团伙的主要人物 这个情况不应该出现吧 一般来说 不过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呢 孙力军他是原中央政法委书记 孟建柱的秘书 那么这样中纪委的通报就可能暗示说呢 孙力军政治团伙 其实他的主要核心呢 是孟建柱并不是孙力军 那么如果说这个所谓孙力军政治团伙的核心人物呢 是原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话 那么傅政华参加这个孙力军的政治团伙 也就符合逻辑了嘛 所以这次中纪委对傅政华双开通报中啊 说他参加孙力军政治团伙 似乎也埋下了一个伏笔 就是说这个傅政华案就有可能是要追究到孟建柱的 中纪委对傅政华双开通报的第四个要点就是说呢 傅政华在重大问题上弄虚作假 欺瞒中央 这种重大问题欺瞒中央指控当然是非常严重的嘛 那么究竟什么重大问题呢 当然这个通报里头也没说 但一般来说这种重大问题欺瞒中央肯定不是个人行为 它都是一个团伙行为 所以这也是暗示说呢 傅政华案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问题 还要揪出其他一伙人来 中纪委对傅政华双开通报第五个要点就是说 傅政华忘义中共中央大政方针 所谓忘义中央大政方针就是不赞同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嘛 对党中央有不满的言论 甚至有反对党中央的言论 这里这个党中央指的就是习近平嘛 也就是说呢 中纪委暗示说呢 傅政华经常散布对习近平不满的言论 甚至有反对习近平的嫌疑 中纪委对傅政华双开通报第六个要点就是说 傅政华长期结交多名政治骗子 这个政治骗子和经济骗子完全不一样啊 经济骗子是骗钱嘛 那政治骗子你是骗什么呢 在毛泽东时代呢 这个刘少奇这些人 他就被安上一个所谓政治骗子的罪名 就指控了刘少奇的人啊 散布对毛泽东的这个假新闻假消息 欺骗人民群众失去对毛主席的信任 那么这一次中纪委指控傅政华长期结交多名政治骗子 是不是也是指控这些人散布对习近平的假新闻假消息呢 当然这个事情就很难说了 所谓政治骗子这个说法 就会给人们一个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而且这个中纪委提到说 傅政华长期结交多名政治骗子 这些政治骗子现在好像还没落网了嘛 他们还在活跃了嘛 那么还没有被抓起来嘛 所以现在中纪委就暗示将来还要抓这些政治骗子 这又要抓一大批人了 主要言之吧 这一次中纪委对傅政华按这个严厉措辞啊 其实并不是单单对傅政华的 而是罪功之一不在酒 警告要抓人了 而且还是不是抓一两个人 要抓出一个政治团伙来 所以我们从中纪委对傅政华按这个非常严厉的措辞可以看出来 在中共二十大之前 一场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应该说已经开始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